老公 来看镜头像一个 老公 要我们录个像吧 快 说点煽情的话 说嘛说嘛 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 快 我们离婚了 离婚的感觉真好 老公 阿威 阿威 祝祝都好了 可以走 谢谢 终于可以摆脱那个老吴婆了 老公 老公 咱们去庆祝一下吧 试试西餐还吃海鲜 我请客 够意思吧 你搞错了吧你 谁是你老公 是搞错 不是老公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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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干得不顺心吧 好了 谢谢 来 下一位 不是 怎么我不合适吗 小伙子 现在就业多难哪 还有人因为干得不顺心 就离开这么大一家外企的 这跟你们没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我们注重经验 更注重人品 来 下一位 好 我们这是硕士机长 喂 喂 兄弟 在哪儿呢 怎么这么吵啊 他街上呢 怎么了 没事 想你了 你赶紧过来 决业设限管 设两间 发现发现 还有事呢 不急 继续马上到 快点啊 等你啊 好嘞 拜拜 好嘞 还为工作的时候闹心呢 好嘞 还为工作的时候闹心呢 不是 照着说啊 你离开那个日本公司 就不应该难受 应该高兴 知道吗 来什么叹气 我今儿来放松了啊 你可别给我听嘴 你就应该 彻底地放松 出去度个假 怎么了 是啊 兄弟 你放松有人买单 我放松 谁想后悔啊 对了 你跟那盒小盒到底守着我 你听我一句劝啊 离那位良家女孩远一点 兄弟 我是诚心诚意 想跟人出朋友 你别这么说我好不好 搞得我那坏蛋似的 冲锋会起来 我可不是 怎么了 就因为刚才那两个呀 那两个 五一千在我那儿办的证 十一以后 又跑你这儿来办证来了 闪得多神速啊 这都是拿婚姻当儿戏的主 别瞎说了 人家真没拿婚姻当儿戏 不是两个人的感情 是问男方他妈 男方妈妈怎么了 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 不愿意就这么 被儿媳妇抢走呗 你说这金融危机 指不定闹得多邪乎呢 一家人不在一起抱团取暖 竟在窝里瞎斗什么呀 生活越艰难 这人心越疼痛 再说了 不都说 活泼跟儿媳妇是天敌吗 对呀 中国特色呀 你不是说 他找了什么项目 大扰无图吗 你不是说他找了什么项目 你跟我说 我最初的设想呢 很牛 我只想拉着你跟亮子 开一家咱们 黄海市最牛的名车会所 把这些好车的生意 全都招来 挣他们的钱 我呢做管理 亮子搞技术 你呢就做策划和营销 多好 是不是 别说这事要干起来还真成 是啊 现在满大街都有高档车 可是我没看你一个高档的汽车回头 所以这是生机呀 着急呀 跟你爸好好说说 他呀 这一代人啊 就都是官迷 知道吧 特别敬畏这当官的 一心啊 就非要让我考这公务员 不考不行 我不考的话 我跟你讲 他连这个人身自由都不给我 你信不信 你爸啊 好不容易闯下这片海 当然是一门心思想让你报考 那海洋渔业局的公务员了 他眼光比你长远 我不觉得他长远 因为这海洋是国家的 又不是自家鱼缸 是不是 将来政策一变 啥都没了 所以说啊 这事啊 咱不能操之过急 我得先啊 跟他很高兴 然后慢慢给他洗脑 最后让他掏银子 你放心吧 对了 我妈啊 好 喂 妈 海风 在哪儿呢 我在公司呢 什么事 您说 那个什么 你奶奶还有太奶啊 想风没了 还有婚礼的事 想当面跟他商量商量 晚上你把他带回来吃饭吧 好 我下楼上去接他 行了 挂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家就逼着你考公务员 我们家就逼着我结婚 乌语啊 我们家三老太太到我这儿 还成了一无业游民 你说我拿什么跟人接啊 裸婚呢 现在不都留情裸婚吗 裸奔得了 关键谁给你裸呀 走啊 伯父姐 走 喂 何小和 喂 你是那个 东海风的朋友 对对对 你不会忘了我叫什么名了吧 对不起啊 我叫江海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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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江海旺 我是有点儿事想找你 什么事 还挺重要的 要不咱上车吧 天儿挺冷的 好 那我 我 我自己关 我自己关吧 你看 这套车多酷一世啊 那帅哥真帅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中 这是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那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我爱上你了 我 爱上你了 佳海旺 这个 谁 我没开玩笑 你最近有丢东西吗 最近 就丢了一个U盘 那就对了 不会在你那儿吧 还真在玩 你看了 全都看了 我也知道你们有男朋友 我真的觉得我特别合适 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爱上你了 我觉得咱俩就是天生的一对 你也知道我们家庭情况比较好 我是说 咱们俩在一起以后 两个家庭可以互补 我觉得我特别合适你 这是老天爷赐给他们的缘分 就还忘 U盘要不先给我吧 这个问题 不行 你听我说 你是让你的东西掉到我这儿 又让我捡着了 最后又让我看了 我真的觉得咱们俩很合适 我就是你要找那个人 你难道不觉得这是天赐的一员吗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你考虑考虑 我 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 我只把你当一个普通朋友 我吃了 有才能不能先给我 你答应 回去考虑 我给你 你不给我还不要了呢 扔了啊 求我 求你 求我 不说忘了我求你 快 不忘了我求你了 不是这感觉 再来一次换一个表情 忘了我 我求你了 我都说了一次了 不说不给了 忘了我求你了 我 我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是喜欢你才逗你的 知道吗 再见啊 哎 哎 哎呀 我都说了些什么呢 哎呀 我都说了些什么呢 哎呀 我都说了些什么呢 冬海峰 冬海峰 冬老师 到学了 走 喝去吃饭去 你先坐下 我跟你说个事儿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我当班主任了 初一三班的周老师被调走了 在我强烈强烈地努力下 校长终于同意 让我接替周老师 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 校长正跟我谈话呢 我怪不得你没接电话 我以为你还跟我欧亲 这就完了 什么完了 我说了这么好的消息 你就这个反应啊 祝贺 祝贺别老师 祝贺别老师 别臭贫了 赶紧给我找工作去 我可不愿意养一个吃软饭的 行了 咱们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走 你就不能浪漫一回啊 这么多人呢 干什么呀 人家孩子看着呢 是啊 我就说这么多人啊 我是说 人家今天心情这么好 我想过一下二人的时间 在这边都准备好饭了 几个老太太都等着你回去呢 我就不喜欢 听那几个老太太瞎唠叨 呛着您了吧 这 没事 没事 喷吧 多喷点 谢谢 咱不喷了啊 你把您抢出鼻炎来 哎呀 我呀 知道您为什么喷姜水 为什么呀 你是怕风眉咸咱们有味儿 哪有味儿啊咱们 春里人三天两天带咱们洗澡去 咱才没味儿呢 有味儿 什么味儿啊 老人味儿呗 哎 富美 咱们回去吃吧 真的 别让几个老太太白忙活了 真的 富美 我答应你 等我找着工作 你吃什么好吃都行 我请你吃法国大餐 就咱们俩行不行 好好浪漫一回 我说话的意思你还没听明白 重要的不是吃什么 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块儿 享受二人的世界 我知道你们家人对我好 可是 我每次一去你家里 我就觉得害怕 后背发疗 你害怕什么 以前我没对你说过 这回说了你不要生气啊 你说现在城里 谁把军令署的证书挂在门框上 一挂还挂两块儿 跟对联似的 还有就是 你家客厅里放的那个老照片 证书 还有你太奶一犯糊涂 就错把你当成你爹 你说 怪甚人呢 嗯 好 那行 那行吧 挂吧 晓风电话怎么说呀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那个 晓风说 那个凤梅给孩子们补课呢 那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让咱们先吃 别 再等等 妈 不等了 那给孩子们补课 时间哪有准啊 先吃吧 菜都要凉了啊 别 好 谢谢 别老师 别老师 祝贺你荣升班主任 希望你能够早日做上校长这把交易 谢谢你吉言吧 也祝你尽快找到工作 要找份糊口的工作容易 难的是啊 找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觉得还是想 找家外企 干自己的专业 要我说啊 做什么专业 也不如给政府打工 你说让我考公务员啊 那外企再好是给私人打工 公务员啊 那可是金饭碗 我这性格 不适合端的金饭碗 太沉 你要是真的放不下 那咱们就回去呗 你说让我回福山啊 对啊 你让我给那老色鬼低头 人家色不色跟你有什么关系 又没色到你的头上 不就是因为请假的事 争执了几句吗 那就是给他倒个芡 泡个温泉 请来洗个桑拿 我给他玩玩蛋炒 一小姐得了 你恶不恶心 你让我给他老色鬼低头 你让我给他赔不吃呢 才恶心呢 那你说怎么办 当公务员 你玩个性 给上司低小话 你又嫌恶心 那你就只适合待在家里 那这婚怎么结啊 对了 还要跟你沟通一下呢 几位老太太把咱俩 领证的日子定在下午月初二 结婚是初十 过几天我妈开始收拾房子 买家去 你看有什么建议 要求 你尽管跟我说 你把事都定了 你还问我干什么 其实几位老太太 今天晚上想让你过去 就是想听听你的建议 问我的意见是吧 那就请你转告你们家的老人们 要问我的意见 这个婚就暂时停一停 等一等 不着急 你说呢 我同意啊 可咱们得给几位老太太 一个说了过去的理由吧 这理由不是明摆着呢 你和我的工作 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结婚不合适 凤贝 我丢工作的事 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 他们绝对会受不了的 为什么淘雪 你跟那臭小子干嘛去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去看画展了 你跟个小混混有什么好看的 谁是小混混 成天淘雪 成天就知道K哥上网打游戏 还光天化日之下 和别人搂搂抱抱 这不是小混混是什么 搂搂抱抱那也叫初恋 不是二婚 二婚怎么了 没有我这个二婚 你能住上这么豪华的别墅 你能想重点的形象 嫌弃我了是不是 好 嫌弃我 你可以走 永远别回来 干嘛 不该我走吗 拿钱啊 凭什么给你钱 凭什么 就凭你没有经过我的人 系把我收下来 就凭我长这么大 也不知道我的亲爸是谁 老婆 你干嘛不进去呢 你俩吵架呢 我先说等会儿见你 来 公务员考试的复习资料 明天开始啊 就踏踏实在家复习啊 这次黄海公开招聘公务员 海洋渔业局也留了一个职位 你自己争点气 我再托你黄伯伯推你一把 应该问题不大 爸 我跟你说 你说了吗 我对公务员没兴趣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我就是想干点我自己想干的事 那个 我喜欢车 是吧 开个名车会所啥的 你就支持我一把呗 这年头自己创业 那 那容易吗 爸 咱咱 怎么了 我不打你 躺在那间房子 给我钱 要钱干嘛呀 租 租房子租 租房子 这么大房子不够你住的 他 你这么着 怎么不 咱们进屋谈谈 你想多多大房子 好了 好